爸媽好偏心 我的人生還有意義嗎 他開玩笑了啦 沒有關係 你還有我們的愛 沒錯 同學來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是手心跟手背還是不一樣 對啊 一個是手心 一個是手背 手心就會比較常看到 手背 手背就還好 他曬黑的 永遠都手背 手心還是白白嫩嫩嫩嫩 好煩 對 就是這個感覺 你看看這很多 像立東也講過嘛 你在家裡面對不對 因為我媽呢 因為我是長大了 長大了我媽就比較不偏心 小時候因為我長相的問題 長相 因為我那個 因為我小時候 我那個平瀏海又黑 又有點暴力 小時候就醜 我那個 我就有記憶 小時候就醜 他現在… 你很過分 比我們還過分 太過分了 就我長 我長得比較像河童 就是在河童 他是你講的 我是說真的 對啊 所以 那我剛剛有講錯嗎 我媽就會比較像河童 就比如說我們去 我媽都會開車載我們去上學 然後到了放到學校的時候 她就會下車嘛 就一人塞錢給我們 就零用錢嘛 她不是塞一條魚給你們 不是啦 不是河童 不是 不是 尾巴這樣 不是 好 那就塞 然後我就覺得是100塊 有一天呢 因為我們也特別看 有一天她就塞給我妹 我就 我妹那個錢都掉下來 掉來一看 500 500 你只有100 她500 她就以為我 然後我就看到 她這個500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少400的時候 對 她就說沒有啦 我看錯了啦 看錯了 她換100給我妹 給她 對 後來我問我妹 就是她一直以來都要拿500 對啊 好可憐 是啊 沒有關係 你現在 我跟你講 就這樣 可是你現在長大 長大了 你看 那個錢我一直慢慢在討 去討嗎 我定期會少給她錢 沒有 你就是給她 扣400 你給媽媽跟給妹妹 就是媽媽會少給400 少給400 OK 要平均 要平均 對啊 我們今天現場有很多 對不對 媽媽跟這個 親子黨都來到現場好不好 我們歡迎三組 Vicky的 Vicky姐的 Vicky跟Vicky的 以及大根媽媽的家庭 太棒了 歡迎三隊家庭 OK 你們都不會覺得自己有偏心的狀況 應該都不會 都不會 大家覺得都是公平的 先問媽媽 自己是偏心的家長嗎 三位全部都打叉嗎 叉 唉唷 真的嗎 都不覺得自己是偏心 我真的是一個就是不偏心 那自己不用錄啦 你們一定有偏心吧 沒有 屈寧的表情就是不可置信 我真的是不偏心 屈寧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因為他還沒有到 他一點不敢相信 他還沒有到他那個年紀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他還不懂 因為其實像姐姐老大 就是他17歲的時候 他就畢業 畢業禮物 他就想說媽 我想要出國 去日本 剛好我又有機會說 我們有免費的住宿 可以去賞鷹 所以我就帶著老大去 賞了一次鷹 日本之行 去日本旅遊 就是我們兩個人而已 兩個人而已 對 因為我常 我從小就會給他們那個 就是讓小孩 有一個 就是單獨帶某一個人 只帶某一個人出門 那老大 亮亮也是這次畢業的時候 她也是要求她想要出國 可是這次我沒有帶她 是因為她單獨跟她同學 幾個同學們 還有兩個媽媽帶著她 一起 她是因為還沒有到她那個年紀 所以她會覺得我 沒有畢業 所以屈妳還沒爽到 妳這是公平 每一個人有願望都會達成 對 屈妳會有什麼樣的願望嗎 想要去哪裡 會嗎 有沒有 我想去日本 我想去哈利波特的那個 環球隱城 環球隱城 好棒喔 我們現在都幫妳錄下來了 對 錄下來了 讚喔 賴不掉 賴不掉了 畢業禮物 畢業禮物 其實我覺得媽媽真的都不是偏心 都是因為爸爸先偏心 導致 又賴給爸爸 不得已 對 偏心 因為爸爸就是偏心女兒 而且是誇張的偏心 你知道她17歲生日 她爸誤以為18歲 送了2萬塊的Tiffany項鍊 然後呢 18歲生日直接送一個 9萬塊的卡蒂爾手錶 我還在拿100塊的時候 你們已經有項鍊 是不是 然後我呢 我什麼都沒有 我生日也沒有禮物 我還是那個誰 Vicky姐說 妳生日送我一條 有帶鑽的Tiffany的微笑項鍊 才送我一個 因為妳沒有就送妳一個 所以你看 只有我的朋友才會關心我 我的老公 連理都不理好不好 老公太愛女兒了 太愛女兒了 那弟弟一定會吃醋 所以我不得已得稍微 稍微一點點 我真的只有一點點 好 我們要來看看 他們對小朋友的了解程度對不對 對 好 要考4級來 好 先考Vicky姐姐 這個我簡單 這個簡單 你每個人都說簡單 我很有把握 簡單 好 好 許妮 請說出妳的偶像是 F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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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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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馬哥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小馬哥 就是你子君叫Felix 什麼 他的英文名字叫Felix嗎 沒有啊 不是啊 小馬哥 小馬哥英文名叫Morrison Morrison 對啊 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陣 他換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換了 不是 還這樣逼小孩 而且都是換 旁邊有關係啊 不是… 你知道我的偶像是誰嗎 范晨晨啊 對… 好 好 那清楚 范明明的印度 OK…厲害… 好 好 再加碼一題 加碼一題 兩個當中誰偷A過你的錢 好像都有耶 真的 兩個都有嗎 來 誰 要不要自己先承認 有啊 妳有 當然有啊 多大的量 就是 就是那種 有騙班費 可能說班費是 班費是一個學期繳一次嘛 對不對 對 差不多 可能班費是5千塊 但其實根本就沒有那麼多 班費怎麼可能繳到5千 對啊 要賭什麼班啊 是嗎 騙媽媽在那邊 無報啦 然後在自己偷藏私房錢這樣 偷藏喔 就是把剩下的錢 然後拿去自己花 那妳呢 妳有拿嗎 去妳有 有嗎 我都說我去金玉堂買東西 然後其實根本沒去 假裝買文具 對 結果都沒買 那妳都 妳錢都拿錢去哪裡 去 都給Felix 買周邊 沒有 她對姐姐們很大方 就難怪我想說 她怎麼有錢給姐姐 譬如說 譬如說姐姐 姐姐就跟她答應她做一件 她就說好 那我給妳100塊 她就直接拿錢摔我 她老闆 摔妳們 她直接說100塊拿去 她真的用丟這樣 就這樣丟的 對 她不把錢當錢 帥喔 好啦 肥水不落外填OK啦 好 接下來 第二組 甄莉姐 先考甄莉姐 斯蓋的鞋穿幾號 對喔 這也很簡單 這個記不起來就糟了 那一定會買給小孩子鞋子啊 什麼的 帶小朋友去買鞋 斯蓋一直在長大喔 斯蓋 13號嗎 真的 真的 13號 妳腳很大 13號 妳現在幾公分 妳一直在長高 沒有 主要是因為她腳比較寬 所以就要再穿更大 妳現在幾公分 183 183喔 一開始來節目才120而已耶 對 現在180 越來越接近Sky 120 對啊 對啊 好 再考 下一題要上道具 來 我問甄莉姐 這三雙哪一雙不是Phoebe的鞋 唉唷 我也蠻想猜的耶 聞一口啦 聞一口 會不會被他贏了 甄莉姐妳聞一口 我聞看 太好笑了 哪一雙不是Phoebe的鞋 三雙風格都不太一樣 不是喔 是喔 應該是A 應該是A 好 Vicky姐妳想要猜什麼 C 妳想要猜C 我覺得是B 好 大根媽請猜B 這雙 大根媽猜B 究竟誰才是Phoebe的親生母親 哪 親生母親 一個選A 一個選B 一個選Z 親生母親是Vicky姐 耶 哇 哪來是C 不是啊 我就說我比較了解Vicky的 什麼高的 咧 咧 妳這糟糕 糟糕 妳不知道不知道穿什麼名牌 妳有名牌鞋喔 她有MuMu的耶 MuMu的鞋子 Mu耶 糟糕了 不是啊 她都不跟我出去玩 我怎麼會知道咧 我也沒有跟她出去玩 她出去也不是跟Vicky姐玩 對啊 好 好 下一組大根媽 第一個想要問的是 請問Angel讀的是哪一個科系 A 應用英語系 B 英文學系 C 外國語文系 太過了 來 A 應用英語系 來 答對 我是親生的吧 對 表示那個 學費真的是她給的 對 有出學費 應用英語對不對 好 好 接下來要 哇 有啊 道具體 推車體來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推車體 好 下一題是 大根媽 想問哪一件 太扯了吧 或者妳可以猜是不是哪一件 是Ken哥的 哪一件是利東的這樣 哪一件是利東的 這樣啊 妳要不要靠近一點看一下 不用 我這樣看就知道 妳直接看就知道 我跟妳講 妳要把它攤開來 對 哈囉 Kiki 媽媽要看四川大小是不是 這是什麼 我這個是沒有 這個是救生員的內褲 對啊 大根的是A 哈囉 Kiki 因為她小時候喜歡她 哈囉 K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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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一姐是大根的 什麼 Kiki 真的假的 媽媽是 媽媽真的是最了解我的 我的答案是B 這一看就知道我怎麼可能穿A C啊 這已經是佩德羅的啊 C 對啊 佩德羅的 糟糕了 怎麼算Hello Kiki 答錯了 妳怎麼會挑Hello Kiki 我忘了 她已經長大了 對 她已經長大了 好 兩題還是算答對一題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控訴小朋友 這是小朋友的時間 對 控訴媽媽媽 媽媽到底有多偏心 對啊 VV什麼事件 出國弟弟坐商務艙 我坐經濟艙 怎麼可以 是不是很誇張 這不可能耶 這很誇張 這是最近才發生 這這幾天發生 就是我們月底要去韓國 然後我都跟媽媽一起去開機票 結果我在旁邊滑手機 就那個服務小姐就跟她對說 好 甄莉小姐 現在就是這個票 商務艙是甄莉跟Sky的 然後我旁邊聽人想說 什麼她也坐商務艙 然後我跟我表哥坐經濟艙 超級誇張 這太狠 太過分了 太過分 我是姐姐 然後我坐經濟艙 然後她坐商務艙 超級不合理的 不是 因為妳看體積也知道 她如果去坐經濟艙 她旁邊的人會很卡妳知道嗎 因為她自己就卡住了 我是為了旁邊的人著想 會卡到妳 不是 因為我坐商務艙 她旁邊如果誰 那為什麼不三個都買商務艙 對啊 因為妳知道剛好我們是換票 就是用理程去換票 然後呢 經濟艙只有兩個位置 兩個名額 對 只能有兩個名額 對 真的 商務艙兩個名額 所以才這樣子換 這個滿傷的 或者是妳可不可以答應就是說 下一次 下一次再去的話 可是我要先講 為什麼也讓她坐商務艙 是因為她要生日了 她7月13號生日 所以我就說 那媽咪雖然送妳一個生日禮物 妳也坐商務艙好了 不然她出國也沒坐過商務艙 我跟你講 Phoebe要怎麼樣才會真正平衡 就是說妳真的下一次 靠近Phoebe生日的時候 妳真的讓Phoebe坐商務艙 這個時候同時 Sky要去坐經濟艙 對 她才會平衡 她才會覺得說 嗯 媽媽是公平 或者是妳下一次去的時候 Phoebe坐商務艙 Sky也坐商務艙 但妳去坐經濟艙 這樣他們也是可以的 這樣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對不對 好壞喔 妳們 我感覺這樣比較合理 這樣好壞 對啊 好壞 但是甄莉姐 不可能讓那件事情發生對不對 不是啦 因為像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下次就是 她爸都幫她買那個 她回美國的時候 她都說做豪金艙 那我就讓她升等商務艙 對 這樣就可以了吧 可以 又一個有錄影的 那也是爸爸附的 那也是爸爸附的 生等的那部分我附 她是爸爸附那個下面的 剛剛因為我們講到生日對不對 Phoebe對於生日這件事情 其實也滿在意的 生日控訴更大了 哇賽 生日被當透明人 連生日禮物都沒有 所以剛剛是假的 假的 妳看妳離現在生日做商務艙 我的生日我從來沒有收到生日禮物 除非我也送她 像有一年我就是存錢 然後送她一個LV的手鍊 然後她 然後她才在那一年生日 給我包了一個紅包 但是妳看 今年也沒有生日禮物 去年也沒有生日禮物 然後弟弟 還有商務艙對不對 對 還有商務艙 然後又有新的iPhone 又有AirPods什麼一堆 然後也是小時候給她買Switch 然後我想說怎麼可以 在她那個年紀 我也沒有生日禮物 媽媽妳都不送她 為什麼 她這麼不值得送嗎 我剛剛不就講了嗎 她生日她爸都送這麼貴 但是我爸也會送弟弟生日禮物 那也是送弟弟生禮物 那少一份 妳是正當理 Sky要不要講話 妳就坐在旁邊笑 對不對 裝好人 是正當理 身為妳乾媽 我都快替妳姐哭了 像吉他就是因為我是 需要用的 但是吉他是那種2萬塊的那種吉他 好的吉他 好好的吉他 我小時候學吉他 我爸只給我玩500塊那種名片 對啊 根本就不需要這麼貴的 所以Sky你覺得 沒有偏心的問題 我覺得 我就是正式 自己 自己都不幫自己媽媽了 很老實 很老實 他不會偏心 但是Sky今天也要來控訴 你被偏心了還要控訴 你的控訴毛拿什麼 把姐姐當公主把我當用人 都會這樣 什麼意思 這確實是有那麼一點 我指揮妳 我爸和我媽就是會叫我去做家事 因為我們家阿姨不在 然後她就放假 家裡還有衣服 地板也髒 還有一大堆碗要洗 她都會叫我去用 姐姐就躺在床上看手機 看她的iPhone 11對不對 看她的舊手機 所以你覺得這些東西 是你自己用勞力換來 對不對 沒有 但主要是她自己 也喜歡做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真的 妳跟妳媽這時候就很像 沒有 這是真的 她那麼辛苦 妳也不要喜歡她 沒有 她是暖男 巨蟹暖男 就是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在吃飯 吃飯吃完一半 她就會說 你們等一下髒衣服都拿出來 她拿去洗 對不對 洗衣服 洗衣服是我自己 只是洗碗和拖地 不是我同意 妳還要洗碗和拖地 對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言論自由 有中天還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是多一份力量 多一份力量 本身就是多一份力量 每次都有 五次有多大型 有多大型 五次有兩次有多大型 我們把四次有多大型 和五次有多大型 兩次有多大型 雷 五次有多大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